好,我們剛剛已經從下到上講過了 網路的分層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要再講一遍 但是我們要從上講到下 好,確保你知道 由上講到下的話你就想那個郵差的例子就好了 所以你現在再看 我們現在有一個 source 跟一個 destination 他們兩個人各寫了一支譬如說 Java 的程式 好,那網路的程式我們會在期中考之後 教你怎麼寫這個網路的程式 那你就可以寫兩個程式 就在網上對丟message 好,那左邊一樣嘛 我們剛剛講的五層對不對 那要記得是74321 Application, Transport, Network, Link 跟 Physical 那它的名字你剛剛已經記得了吧 在Layer 7叫做message 在Layer 4叫segment 在Layer 3叫做datagram 在另一個Layer叫做frame 在physical就是以bit為一個單位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藍色的部分是這樣子的 在application layer 你就是你寫的app 是你自己寫的那支Java C 或whatever的程式 所以你用icon怎麼寫就怎麼寫 那一般來說Layer 4,Layer 3,Layer 2裡面呢 這些 還是要有程式去處理它嘛 是由作業系統裡面 就已經寫好的程式在處理Layer 4,Layer 3跟Layer 2的事情 那Layer 2跟Layer 1呢 在你的網卡上有一些晶片 是已經做好的 那裡面也會有演算法 也會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晶片的事情 會在Layer 2跟Layer 1的地方 所以負責的單位 人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你可以這樣想 你現在有兩兆雙方 各開了一個application 那它一開起來之後 在作業系統的觀念上 就是兩支遠方的process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這是一個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叫IPC interprocessed communication 所以實際上你的感覺應該是這樣子啦 你可以在這邊畫一條線 就跟寫信一樣 你寫了你的message在信紙上 然後包裹成信封 交給由頭 這個動作就是這個動作 你把你的 你在數位的世界裡面 把你的message做好 所以應該是一堆一堆的01啦 對不對 然後呢 把它包裹好 交給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就會往下想 慢慢把那些該做的事情全部做完 在遠方的人呢 這個application 這個process 會由它的作業系統 收到解開包裹的東西 也就是那張信紙 或者是你的那一堆0101的message 所以啊 你可以這樣想 雖然你下面有作業系統 下面還有router 下面還有網卡 下面還有光纖電燈什麼的 但是你都可以不要管它 對你的application來說 你就用一個API 把你的message往下丟就是了 丟給你的作業系統 你的作業系統 自然會幫你把下面那些事情全部都做好 就好是郵差郵局飛機機機長 他們那些做的事情 但那些事情 怎麼實際上辦到的都跟你無關 對不對 你只要把東西交給郵局就好了 東西千里條條到遠方之後呢 遠方會有相對應的郵局 在解開那些包裹嘛 對不對 然後郵差會去遞性嘛 就跟右側這邊一樣 這邊的網卡 光纖 router 作業系統 會把所有東西都一切拆好之後呢 最後由transport layer 把那個message 一樣 就解開之後傳給你的application 所以你的application收到的時候 就是收到純粹的message 按你的application 就是designation的process 其實也不知道它是怎麼來的 反正就是作業系統給你的 對吧 這樣子是不是就好是 兩個process在遠端 互相丟這個message 這就是這個箭頭的意思 可以嗎 實際上是下去 千里條條的到右側去 再上來 然後收到message 但對你來說 對你這兩個application來說 就好是兩個人在互丟message 一樣 對不對 只是通過一個作業系統 提供給你的API的介面 所以這邊會有API 這邊會有API 那往下丟很簡單 往下丟就是write 而往上呢 往上就是read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你或許曾經做過 就如果你在同一台電腦上 你寫了兩支java的程式 然後要互相傳訊息 可是如果你不會傳信息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其中那個source的那個process 就指定c槽裡面的某個檔案 然後就寫那個string進去 然後寫完之後把那個檔案關起來 由bprocess去讀c槽的那個檔案 把裡面的字串讀出來 這樣算不算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算 但是下面的mechanism是什麼 file system 只是現在這個不是 我們現在一樣是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但是process是跨Internet 它的基理是什麼 基理是下面有一些Network的一些API可以用 就不是file的read跟write 想一想這個樣子 那這個message往下的時候 我們講要包裹一些東西對不對 所以在layer4的地方 這裡有 就是它畫的不是很明顯 就這個 這是ht h就是header的意思 header中文翻譯成標頭 簡單講就是信封的意思 在layer4裡面有一些 layer4想要做的事情 它會把它放在這個header這個標頭上 然後把它concade 就是接在這個message的前面 因為這前面嘛 所以才叫做header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會在layer4裡面被處理 對不對 地址嘛 對不對 地址啊 郵避需要那些東西 跟信件的內容本身是無關的 但它對傳遞這個東西 是有關的 所以這個header呢 是給自己的OS的transport layer的處理程式 還有遠方的OS的transport layer 的處理程式看的 不是給application看的 因為這個東西等一下在遠方 就會被摘掉 上去的東西只有message而已喔 上去的東西只有message而已 可以嗎 那這個message再加上layer4 transportation layer的header 就叫做segment 好 後面呢 就一樣畫葫蘆 就這樣子 7 4 3 2 1嘛 對不對 這邊不是有個segment嗎 對不對 然後它繼續把這個segment往下丟嘛 往下丟的時候 這邊會建立一個叫做hn的東西 就是在作業系統裡面的layer3的程式 會再把它再加一個殼上去 加一個信封上去 裡面的內容呢 就layer3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跟layer4無關 跟layer7也無關 由左邊的作業系統自己加上去的這個hn 這個hn呢 就會下去到下面 看下面是光啊 還是電啊 還是什麼電子波的 然後就一路route到遠方去 到遠方destination之後呢 從這邊收上來之後呢 遠方作業系統的layer3的network layer裡面的program 就會收到這個什麼 要記得嗎 這個叫做datagram 對不對 這network layer就會收到datagram 這datagram裡面就有hn ht 還有m 對嘛 這是這一層的嘛 那它就會根據hn裡面寫的一些字 好 就是一些 訊息 然後呢 把hn拿掉之後 把segment往上丟給上面的人 可以嗎 就是一個拖 就是把信封拆開來了 好 那裡面是segment嘛對不對 所以 在遠方的transport layer的layer4 就會收到一個segment 可以嗎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焦點放在 放在4號這一層 我的作業系統 source的作業系統 產生一個segment往下丟 遠方的作業系統 在layer4的transport layer那邊 收到一個下面給它的segment 那是不是就好是 兩方的作業系統在互丟segment 對不對 只是下層的東西 那就是layer3 layer2 layer1在處理啦 那不甘我的事 以layer4的角度而言 對不對 是不是就好像 剛剛上面的layer7一樣 兩個人在互丟message嘛 只是在這邊往下一層 就好像兩邊的transport layer 在互丟segment是一樣的 只是丟segment的時候是往下 下面怎麼做 要怎麼route 要走電纜 來走光纖 走電子波 都不幹它的事 對吧 所以就依死類推 所以後面下一張圖 你可以猜出來是什麼 對不對 有這一邊嗎 這是hl齁 這是3嘛 2嘛 1嘛 兩 我們就聚相點好了齁 先這樣子 我身為一個source 我的作業系統 已經把我的datagram準備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要丟給我的網卡 是硬體嗎 因為它要出去嘛 對不對 丟給我的網卡 網卡呢 會自己包上一個hl 就是link layer的header 然後形成一個frame 所以它又是另外一個單位了 又再加一個殼上去 那至於加這個殼的內容是什麼呢 要看 你這邊用的layer2的技術 我們剛剛講的光纖電纜 不同的技術 它會加不同的這個信 那個信封上去 然後就一路再往下了 那一路往下可以到線材上面去 然後到了遠方 遠方的網卡收到的內容之後 欸 是一個frame嘛對不對 它會幫它解開之後 把datagram 往上傳 給遠方的作業系統裡面的network layer 好就一模一樣齁 那這樣是不是就好是兩方的network layer 在互丟datagram嗎 對不對 只是下面會用什麼技術 那要看它用什麼線材 跟layer2的技術 可以吧 所以就是這樣分成的 實際上真正的封包 是message 由application layer發出 再transport layer 加上layer4的header 就是ht 變成一個segment segment再往下丟給layer3 layer3的network layer裡面的program 再把東西加上hn network的header 變成delagram delagram呢 再根據下面的線材是什麼 再加上layer2的header hl 變成一個frame 這個frame呢 會以bit的形式 在真實的線路上傳等給下一站 好 倒過來 下一站收到之後 physical layer 會解析出訊號裡面有哪些bit 然後呢 再到layer2上面 是一個frame 因為frame裡面有好幾 我們剛才有好幾萬個bit嘛 對不對 好 好幾萬個bit收到之後呢 會再把hl解開 變成一個deagram 傳給作為系統 作為系統呢 再解開它的hn 變成segment segment再傳給layer4的處理程式 再解開ht 變成message 在傳給要通訊的application 就是這樣子是一個循環 就是很複雜 所以我們後面不是有 我們還有15周左右嘛對不對 就是每一個層可能都要講一兩周這樣子 每一層可能都要講個一兩周 好 所以你現在如果對這個概念還是有點模糊 每一層在做什麼事情 不是很清楚沒有關係 因為課本就是這樣介紹的 第一張就是要先把這些東西 先讓大家帶過一遍 好 那這樣一層一層包裹嘛 我們就叫做封裝嘛 還記得嗎 java有封裝這個概念嘛 對不對 就叫做封裝 可以嗎 好 那這裡不過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可以做筆記的話 請你把中間的部分把它擦掉 或是你畫上白色的那個字 就中間那邊本來有個東西的啦 你就把它塗掉 因為那個東西 對我們現在解釋沒有什麼 好處 你把它塗掉吧 好 我們再講一遍 這是舊的課本的圖 我覺得舊的課本圖畫的比較漂亮 我們再講一遍 你是S對不對 然後你有7 4 3 2 1 對不對 所以這裡有APP 然後這邊大概是有作業系統 然後這邊大概是有Hardware 再處理 注意這些程式 我們就姑且講一些程式或程序 所以Message 在Application Layer 丟給Transport之後 Transport會加上HT 變成Segment Segment丟給Layer3的OS的部分 OS會把HN加上去變成Denagram Denagram Denagram在看Layer2用什麼技術 所以 好 就技術 然後變成 加上HL 然後變成Fran 那下面就沒有了 因為在Physical Layer上 就一個一個bit 看線材上的bit怎麼做的 可能是波 可能是其他訊號 就往外傳 好 這裡我們要針對中間這個R 做一個特殊的講解 假設在實體線路上 所以那邊有條黑色線過來 對不對 然後上面不是都畫了紅色的Ethernet嗎 對不對 假設這個S跟中間這個R 中間接著是Ethernet 所以是銅線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 剛剛那個L2跟L1 要用Ethernet 銅線的方式來做傳遞的 沒問題吧 銅線的方式來做傳遞的 所以到了R之後 R 你看R的下面很妙 R的下面收到了這些bit之後 它必須再經過它的Layer2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是這一段 那個R的網卡 收到了銅線上的訊號之後 然後在Layer2的地方把 那1500個byte全部都收好 然後往上看一下hn吧 然後突然發現 喔原來這是要做routing的 所以R就會根據它附近 R1 R2 R3 因為還有很多條線嘛 對不對 router上很多的洞 還有很多條線 所以它就根據這個運算 演算法 用rn裡面的內容 對不起 由hn裡面的內容 去判斷現在這個封包 要送給r1 還是送給r2 還是送給r3 還是送給d 假設現在是已經最後一站了 所以要送給d了 所以這個封包呢 在L3的那個地方呢 會重新的把hn再包回去 可是這時候有個小小問題 它在第二層的時候啊 應該要從綠色的那條線出去 結果發現那邊的線是Wi-Fi的啊 這是有可能的嘛對不對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這個r啊 再重新包裹這個 我們說信件 或是封包的時候 它那邊用的那個L2跟L1啊 就是Wi-Fi的L2跟L1 而不是原先從上面來的紅色的那個 Ethernet L2跟L1 這個是允許的喔 而且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在router上 因為router有好多根線出去嘛 而且有好多不同的technology 所以要看它的線材用的是哪一個 它就會包裹適當的L2跟L1 但是L3之上的東西是不會動到的 可以嗎 好這裡有個特別的說明 就是它每一站在跳跳跳的時候 是有可能會換L2跟L1的 因為有可能因為用了不同的technology 所以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是假設你有個這樣子的s到d 中間有router1跟router2 s跟r1中間用光纖 r1跟r2用的是銅線 r2跟d用的是Wi-Fi 東西的s從L74321往下丟的時候 743是不會動的 可是因為一站一站一站 用的是不同的L1跟L2的技術 所以在s跟r1的中間 用的是光纖的L1跟L2 在r1跟r2之間用的是銅線的 Ethernet的L1跟L2 在r2跟d之間用的是Wi-Fi的L1跟L2 但是347是不會動到的 這個是天仙的物理限制版就是這樣子的 這要記下來 可以嗎 所以你跳幾站 有可能就要換幾個不同的L1跟L2 好 先講到這邊 希望你可以大致上懂分層的事情 因為我們後面有十幾週 就是針對每一個層不同的事情會講 那如果你現在真的不太能夠吸收的話 沒關係就是先記著 我們後面你慢慢越講 越後面你應該就會知道 為什麼要分層這件事情 好 那 第1章就結束了 然後我們剛剛的故事已經講過了對不對 好我們要去到第2章的內容 因為第2章的內容裡面呢 有一小部分是 是我覺得跟後面比較沒關係的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一小部分先講過一次 這樣我們下禮拜的時候就可以 講比較完整的內容 所以我們這邊是由一個小小的介紹一下第2章 好 那第2章的內容是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是分層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2章的Application Layer就是L7 就是L7 好L7有什麼特色 L7沒有上面那一層啊 L7只要 只要叫下面的那一層就好 所以L7不用服務任何人 L7就是你自己寫的程式 Java 你要打電動 要傳語音 要做網頁 什麼whatever 都是在L7 那你的風暴要離開你的process 請作為系統幫你往外送 就中間只有一層而已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事情是在 我們隨便畫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對L7的人來說比較簡單 它就只有對下面有一層 而且那一層呢就是有個API 就請作為系統幫你把這個message 封裝好丟出去 怎麼丟怎麼封裝 走什麼路用什麼proticle 什麼光纖銅線都跟你無關 你就真的只是呼叫一個API就好了 那我們剛剛講過這個程式 我們會在 考試之後 其中考之後 教你怎麼寫這個程式 好嗎 那我們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 application layer的overview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程式是你寫的 兩支程式都是你寫的 我們說這是interprocess的communication 兩支程式都是你寫的 所以這兩支程式裡面 要用英文寫 用中文寫message 用unicode寫 第一個bit什麼意思 第二個by什麼意思 第三個bit 長數是多少 是中文還是英文 小數字還是數字 全部都有你自己定 作為系統才不管的 因為作為系統對它來說 它得到就是一堆的0101 它就幫你把這0101 裝上信封之後就丟出去了 OK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比較怪 就是我們在第二章裡面 要教你 怎麼設計那一堆0101 對兩兆雙方的application來說 比較有效率跟比較有用 好嗎 這很奇怪 就是這一張的主旨 會是這個樣子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右側吧 那你設計這個layer7的這個message 還有你的application收到的message 就是要做什麼action 那實際上就是proticle嘛 對不對 proticle我們前面講過啦 你要定義message的樣子 syntax 還有message的grammar 還有message的action 還記得嗎 你收到比如說 你設計一個遊戲的proticle layer7的 你收到一個封包之後 你就要讀嘛 因為裡面第一個是它的x座標 y座標 所以你的人物就要移到x座標 y座標 然後血量要跟著相對應的要做 這全部都是你自己設計的 那在傳統上 我們在課本上就會介紹一些老proticle 包含了上網用的http 寄信用的smtp poe3 smp 還有查網址的dns 我們課本上就教簡單這幾個 不過這幾個剛好就是幾個不同的特色啦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志 去設計application 或是設計遊戲等等之類的 你可以試試看他們的設計 可不可以用在你自己的設計裡面 好 這樣子可以齁 好 那 在 我們做這個application的project的時候啊 有一個所謂的 service model 還有兩個paradigm 這個是額外要講的 這些就自己看就好了 反正你電腦裡面手機裡面能夠開出來所有的application 他能夠 做網路的通訊一定都有他自己的proticle 只是這個proticle有可能是proprietary的 就是私有的 也有可能是公用的 所謂私有的 layer7 protocol的意思是說 他沒有要讓外面的任何人知道他的第一個bit 第二個bit第三bit是什麼意思 講個例子來說好了 在2000年初期 就是網路跟網際 就是一般人可以開始用網路之後啊 那時候skype 你知道嗎 打語音電話skype 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他可以在很有限的頻觀之內 傳很清晰的語音通訊 就VOIP啦 voice over IP 那大家就去想說 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就是在很有限的頻觀之下 你的音質怎麼還這麼好 所以大家就會去研究這個skype這個application 他在互丟這個message的時候 就兩個人互相打電話要互丟message 對不對 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但skype就說不行 我這個proticle是proprietary的 我不告訴你第一個bit 第二個bit第三個bit是什麼意思 所以只有skype公司裡面的人 才知道他的proticle的message 還有action 還有grammar是長什麼樣子 外面其他全部都不知道 因為他保護他自己 做這個VOIP的這個服務嘛 因為這是有賣錢的嘛 可是有些不是啊 比如說 你送一封email出去好了 email的格式 是public available的 而且是寫得非常詳細寫在網路上 可以嗎 所以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創作自己的email 收信程式 或是email的server 就照著上面做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API嘛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你就寫兩支程式就好了 這兩支程式可以互丟訊息 好 那我們前面有講過一個特別的觀念 叫做server跟client對不對 在網路上要share資料嘛 要互丟message嘛 就兩個人嘛對不對 那我們通常是講什麼 先講話的人叫client 所以你上網去看一個網頁 你不是在你的browser上面打了一個網址 按了enter嗎對不對 所以你先講話 所以我們會叫你的chrome或是safari這些軟體 叫做web的client 因為他是上web這個服務的client對不對 那提供這個網頁內容呢 我們會叫他叫做web的server 那web的server或許你有聽過 像什麼apachi啊 tomcat啊 iis啊 這些都是有名的web的server 他們是兩支不一樣的程式 跟他們share同一個proticle 那proticle就是http的proticle 好嗎 這http的proticle我們下禮拜就會教了 可以齁 好 那 對寫這個webserver或寫這個webclient 就是你的browser 來說 你只要去把他的 這個proticle的standard 認真的看過一次 然後把裡面該input的東西都input出來之後 你也可以寫你自己的webclient 就是browser 好 因為理論上 你該在裡面交換什麼訊息 每個訊息的樣子 收到訊息之後要做什麼動作 全部都已經具細明的寫在那個http的proticle裡面 好 然後這邊就講嘛 你寫這個web的client的時候啊 你要處理的東西就是message 對 我們就說嘛 在這個service model裡面 兩個application是互丟message嘛 對不對 互丟message 你根本就不用管下面怎麼做routing的 一線才怎麼做的 所以network code的事情呢跟你都無關 好 好 那我們要講一下paradigm 就是你在設計這兩個app 就是application的時候 有兩個不同的paradigm 第一種就叫server and client 所以我想你這個應該完全知道 你看你要上一個網站 http的web的網站 那網站是不是24小時都開著啊 就always on 這網站是不是有固定的網址啊 比如www.google.com 對吧 那這網站通常放在哪裡 我們講放在datacenter裡面嘛 好好的保護起來嘛 吞吐量也比較大 對不對 那client呢 你的safari啊 你的chrome啊 你的firefox呢 對不對 他是不是就是主動的去聯繫這個server 對吧 然後呢 你的電腦會不會 手機電腦平板會不會關機啊 會 所以你的client並不是 時時刻刻都在網路上的 但你電腦可以不要關 比如說我們只是一般性的談論 你的client有可能是會關機的 不一定時時刻刻在網路上的 對不對 而且你的這個web的client 有時候用的是3G的訊號 4G的訊號出去 有時候用的是WiFi的訊號出去 有時候你在家裡 有時候你在學校 你的IP啊 是不是會一直變動 所以我們說這是dynamic的IP address may嘛 may have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通常呢 client跟safari是兩支不同的程式 對不對 只是他們 他們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是遵循同一個協定的 可是你有聽過你的 你的chrome 可以跟你隔壁同學chrome做互動嗎 理論上是不行的 但是現在有很多奇怪的communication 現在是可以的 但是理論上在傳統上 我們認為client跟client之間是不會互相做 就是不會互丟訊息的啦 Do not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each other 那常見的就是收信啊 上傳下載檔案啊 還有看網頁 http 就是屬於這個client跟server的 這個架構的 我們要講的是這一個啦 peer to peer 你們在2000年初期的時候啊 因為那時候 版權的意識還不是很好 所以你會發現有很多人在網上share 盜版的MP3啊 盜版的影片啊 這些東西 那 盜版的這些東西呢 是用kine跟server架構嗎 不是 那時候就突然發明了一個全新的架構 叫做p2p嘛 這你應該一定都知道了 peer to peer 第一件事情是 它的那個程式啊 就只有一支而已 不是像剛剛講的client跟server server的程式是獨立寫的 client的程式也是獨立寫的 你這樣想啊 你用safari連上apache寫的網頁 跟你用chrome連上同一個apache寫的網頁 是不是都可以溝通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share同一個proticle 對不對 所以你不管用safari看 用chrome看 用這個 IE看 用h看 其實都沒差 因為他們都是用同樣的proticle 所以都可以溝通 但他們是兩支 或是多支不同的程式 可是p2p不是喔 p2p的communication的paradigm是這樣 就只有一支程式 只有一支程式 第一個特點是 它不用是always on的 它不用是always on的 第二個是 orbitrary的end systems directe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也就是說呢 在internet上 如果現在有100個人 那100個人呢 同時都run了同一個p2p的程式 那這100個人呢 會形成一個p2p的network 好 然後呢 他們彼此可以在這100個人之中 上傳 下載 分享檔案 沒有誰是server 也沒有誰是client 他們是視為是一個整體的 那他們彼此之間都可以互相的 送資料 跟收資料 給任何一個人 好 再來 peers request service from other peers provide service in return to other peers 它意思是說 如果我是peer A 我想要跟peer B 要一個檔案可不可以 可以 這時候peer B 就會把檔案傳給peer A 那peer A 可不可以同時 分享檔案給peer C呢 是可以的 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明確的 server跟client的角色 而是同時扮演server 也同時扮演client 但是因為這個server的角色 這個server client的角色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我們就乾脆一體性的 就叫做peer peer可以分享檔案給別人 也可以從別人那邊 被分享檔案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紅色那個字 叫做self-scalability 你想 如果這個世界上 只有一台Google的server 可是有全球幾億個人 要去這個server上下載檔案 所以一個server要同時應付好多的client 它會有scalability的問題 應付一個人還可以 十個人還可以 一百個人可以 可是如果是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 甚至是一百萬個人 要當client 而只有一個server呢 scalability就不夠用 就不好了 可是如果你現在是這個情況 你有一百個人同時當server 也有一百個人同時當client 所以你要下載檔案的時候 你有可能是這樣 有一個超級大的檔案 一個新的盜版的電影 你可以跟peerA要第一小段 跟peerB要第二小段 跟peerC要第三小段 如果你有一百個人 所以除了你之外 你還有九十九個人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跟九十九個人 要九十九個不同的片段 所以這時候服務的速度跟品質 就會比較好一點 而全世界其他人也是這個樣子的 你可以跟其他剩下所有的peer要檔案 或是下載檔案或是上傳檔案都可以 所以在這一百個人的peer裡面 如果增長到兩百個peer 三百個peer 甚至一萬個peer 兩萬個peer的話 你整體的throughput就會好很多 就是大家彼此同時上傳或下載檔案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 就是communication的paradigm 沒有單獨的server這個角色的存在 而是所有人同時擔任server 也同時擔任client 那在2000年早期很popular 現在比較弱了 現在比較弱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是大家版權意識比較好的 第二個是串流媒體的出現 你現在在網路上聽KKBOX看Netflix 一個月就幾百塊嘛對不對 幾百塊你跟同學再分一分也沒多少錢 所以實際上它能夠節省你的時間成本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去裝盜版的軟體 你還要把你的上傳頻觀 貢獻給別人去做下載 那你還有可能會下載到 壞的或是爛的品質的影音檔案 那你還不如每個月交點保護費 給Netflix跟KKBOX去看那些高品質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所謂的這個streaming 或是OTA over the air的這個串流服務平台出來之後 PUP就比較少人使用 但它還是活著的 還是活著的 可以嗎 那當然它會有一些問題 它還會有一些問題 在右上角 第一件事情是說 有很多PUP的軟體 它可能就是你家裡會用的 你就把你的PUP軟體打開放在家裡 然後就負責上傳或下載 那你要知道我們在家裡用的是 ADSL或是Cable的Modern 對不對 實際上它是 都是Asynchronous的 對不起 Asymmetric的 就是非同步 非對稱的 就是通常你的下載會比較大 你的上傳會比較小 因為我們平常在家裡用的模式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在你家裡安裝PUP軟體的時候 你也要給人家下載對不對 你成為Server讓人家下載 那也是會用掉你的上傳頻寬 而你的上傳頻寬通常是比較小的 對不對是比較小的 所以就比較不好 因為你會把你的 別人的下載 會把你的上傳頻寬全部都塞爆 那你自己上網就會比較不順暢 所以通常很多ISP 是不建議你在家裡玩PUP的 因為它會把你的上傳頻寬塞爆 好嗎 那再來就是會有一些資訊安全的問題 對不對 你下載東西啊 你也把你的東西分享給別人 可是你下載的PUP軟體你怎麼知道對方是 惡意的還是善意的 如果他把你的整個硬碟全部都share出去 可不可以 如果是偷偷秘密的 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或許有時候你的東西就不小心被 傳到網路上面去了嘛 別人就會下載嘛 所以資訊安全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嘛 再來就是incentive 有很多在PUP軟體裡面 我們會稱之為它是freerider freerider就是免費宅嘛 對不對 中文是這樣講嘛 你有時候用你的PUP軟體去下載 下載到你的盜版電影之後 你就把PUP軟體關掉了 你就不分享給別人了 好 就是freerider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會導致現在有很多的人 不願意使用PUP的 這個所謂的傳輸的這個模式 你就乖乖的繳錢給Netflix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沒有問題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比較喜歡用PUP的模式 還是使用Client跟Server的模式呢 我必須要講嘛 因為這個課本是很多年前寫的 所以這個章節 就我講PUP的這個章節 也就被留到現在了 但實際上我們是 基本上不會用PUP的形式 再寫軟體了啦 所以真的除了file sharing之外 你很難找到任何其他的模式 是做PUP的 唯一能夠留下來剩下的 只剩下一個了 就是打電話 好 你要這樣想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可以畫個圖 就是這樣子 假設這裡有個A 這裡有個B 然後這裡有一個Server 我們平常在上傳 就看網頁的時候 這個人就當Client 這個人就當Client 我們就是有ClientA跟ClientB嘛對不對 那你們是不是就獨立的這個 上傳就是request嘛 問Any有個答案給我啊 或是說我要看個網頁啊 那這個就會下載下來 就會下載下來對不對 唯一比較 還有用到peer-to-peer的模式 就是打網路電話 你要這樣想 如果這是一個 Skype或者是Line的語音 如果他還是遵循著 Client跟Server架構的話 會怎麼樣 就A跟B啊 要打電話的時候 那個電話的語音封包啊 會先上傳到Server 再由Server 遞給B 然後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這樣子再過來 因為我們說了 在Client跟Server架構裡面 你的Client跟Server 就只能跟Client跟Server 互相聯繫 Client跟Client 是不能夠互相聯繫的 就AC 就是ClientA跟ClientB 是不能夠互相溝通的 可是你要這樣想啊 就我剛剛講Delay的事情 你只要每往外傳一站 你就有多的Delay出現 所以當你在打語音電話 比如說你現在 這是一個遊戲的Server 遊戲的Server沒問題嗎 C跟S CA跟S在互丟遊戲相關的訊息 CB跟S會互相丟 遊戲相關的訊息 可是如果你想 如果這是一個副本 是一個團戰 CA跟CB必須在同一張地圖上 那這Client跟Server架構就不太合理 為什麼 因為打遊戲嘛 你要即時對不對 CB的位置要先上傳到S 由S做Coordinate之後再傳給CA 說CB的位置在哪裡 這樣兩站就不太efficient 所以比較好的傳輸模式 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遊戲形成之後 由S互相Coordinate CA跟CB 好我們現在要打一個副本 然後A跟C在同一個地圖裡面 確定所有的人數 跟大家的IP 跟大家寫程式的版本 whatever的檢查 做完了之後 理論上之後應該是由CA跟CB 直接在這邊互丟Message就可以了 不要透過Server 那也就這個時候 CA跟CB這兩個Client 要互丟Message 比如說血量啊位置啊 或是需要Coordinate的東西 那這樣就是Client跟Client直接溝通 就是Peer跟Peer要直接溝通 這個情況在玩遊戲 或者是打電話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的 打電話也是一樣 由S這個Server 先Coordinate CA跟CB 說你們兩個要互相打電話了 然後要做一些code setup whatever 然後最後真正的語音風包 是由CA跟CB直接互傳的 因為回去S沒有什麼用嘛 對不對 以現代的觀點而言 大部分的城市 不會再走Peer-to-Peer的路線的 大致上還是走Kine跟Server 只有真正需要直接對話的advocation 像VIP 打遊戲 有可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那我們也不能說它叫Peer-to-Peer 我們就姑且說它叫混合式的 對不對 只有這個情況是比較常會發生的 好 那我要講一個故事 對不對 在這 這裡 在這裡 就是 後面的東西不是課本上面 就是 如果你對很早期很早期的 網際網路有興趣的話 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課本上教的網際網路 應該就是最新的網際網路 就是這個10年20年會有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對30年40年前的網際網路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 你去圖書館 圖書館有這本書 叫做捍衛網路 好 它叫做Cookoo's App Cookoo就是 杜鵑鳥 為什麼叫杜鵑鳥的蛋 因為杜鵑會把自己的蛋 生在別人的巢裡面 讓別人的 爸媽去孵化他的小孩 所以就是有一個 所以就是有一個 對 杜鵑鳥就是這樣做的事情 那 這本書呢 它的描述 早期的網路 在做資訊安全相關的時候 有多麼的複雜 那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 就是我們之前描述的 是有一點Circuit Switch 然後有一點這個 早期的電話線的網路 然後非常貴 還有計價這件事情 如果你對早期的電話網路 跟電腦網路是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這本書來看 知道嗎 好 最後我們要看的是 Internet Protocol Stack 所以我們要去 我相信你們在季蓋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學過了 只是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回覆一下 就是如果你去Wikipedia上面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一個 這樣不好 這樣就好了 你會發現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狀況 那你現在就知道了 應用層就是Layer7 傳輸層就是Layer4 網路層就是Layer3 連接層就是Layer2 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的網際網路 看起來非常的單一 為什麼 你應該在記概裡面就學過了 我們的應用層 雖然說這邊列出了這麼多 可是老實說啊 現在你收信的時候 你還會 你還會用 收信的軟體嗎 你是不是還是開你的browser 然後去Gmail上收信 或是你開你NCCU的網頁 然後登錄帳號密碼 然後去收信 實際上現在我們絕大部分的 通訊的Layer7的Proticle 可能都是假裝用HTP改來的 你們真的已經很少用其他的Proticle了 所以我們在課堂上還是會教一些 那傳輸層呢 你們應該已經在記概上過了 我們現在基本上 我們是一個所謂的TCPIP的世界了 所以在傳輸層裡面 絕大部分只用TCP 其他東西就全滅了 那種RSVP啊 那個就是以前打電話用的傳輸層 但現在也沒有用了 現在是TCP主導的世界 那網路層呢 後面一tuck的東西全部都沒有 只剩下IP了 就是IP已經一統天下了 在Layer3 在網路的這一層 那連結層呢 連結層其實就只剩下兩種了 有線網路 Ethernet 無線網路Wi-Fi 其他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實際上在這幾個不同的層裡面呢 真正實戰裡面用到的 非常的少 對 應用層裡面 有啦 HTP啦 還有DNS 還有DHCP 那其他基本都沒有用了 傳輸層就只有TCP UDP 而且TP佔的絕大部分 網路層裡面其他全部都死掉 只剩下IP了 網路層比如說 像早期好了 比如說 早期的學校裡面 會有不是IP網路的網路 用光纖 把大家記在一起 然後 如果你有Apple的話 比如說Apple Talk 從來沒聽過Apple Talk這個東西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都只剩下一個了 所以 你只要掌握某幾個特別的Proticle 就可以了 那這些Proticle呢 你就看吧 我們就隨便看吧 比如說HTP好了 我們下禮拜就會叫HTP了 他這邊就會寫嘛 你還記得我們前面有講嗎 有一個單位 叫IETF 他會負責搜羅索的Proticle 所以HTP就有個編號 在這邊寫的有沒有 RFC的2616 所以你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RFC2616 它是一份純文件 非常長的幾頁 有 不知道幾頁 有176頁 而這176頁裡面 就要巨細迷的講述 如果你要implement一個browser 因為browser就是HTP 就是web的climb 裡面要運作的內容 就是全部會寫在這裡面 我們稍微瞄一下他的目錄 interduction嘛對不對 第三張Proticle的parameter 這Proticle裡面有非常多的參數 這參數就3.1 3.2 3.3 一直到3點多 所有的參數都會在這裡面 第四張 HTP的message 你還記得嗎 我們要定義什麼叫做一個message 對不對 因為effication layer 要丟message下去給作為系統 這message的type, header, body, length 有五個不同的區塊 好 這個message還有分兩類 第五張的request 跟第六張的response 這個我們下禮拜會教 然後再來是 裡面的每一個格子 是什麼意思 第七張第八張 第九張 第十張 第十一張 一直到哪裡 第十一張 都會教你每一個格子 多長 什麼意思 要填什麼值 要做什麼動作 會寫什麼 所以你這樣 加起來100多頁 還有你收到之後 要做什麼 server嘛 你收到之後要做什麼動作 要回傳什麼東西 全部都在這邊 所以你不要覺得 implement一個browser很容易 你要先把這170幾頁看完 然後把它內化成一支程式 然後再慢慢把那支程式寫出來 然後裡面的參數 比如幾秒鐘之內要回 要回什麼訊息 哪一個byte要放什麼東西 全部都寫在這裡面 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寫完了 七八年就過去了 而且這個東西是會慢慢修訂的 是會慢慢修訂的 是會慢慢修訂的 好可以嗎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因為下禮拜開始 我們要開始進入 怎麼寫一支網頁的程式 然後我們要開始講ht 就是這裡 我們會講web 還有email 跟另外一個叫DNS的系統 他們是怎麼設計的 好 就先這樣子吧 然後 因為作業系統 有些網路的問題 因為現在商院在整修